我只能講大概我掌握到的結果 目前看起來 因為大家在講說 我們會不會用那個寄出去的 讓這個整個不成案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成案的機會還是高的 就必須直評講 所以會有一個投票日在那邊 那我必須講啦 就是說剛才來賓在講說 他直播啊 你站在他的立場想 現在這種情境 你要讓一個市長 直接跟所有的市民面對面 那其實心裡一定會有壓力 因為你不知道面對 大家對點人情冷暖 所以他願意每個早上去一個小時 後面開始跑市政行程 我覺得這是他的選擇 他決定第一線跟所有市民互動 我覺得給他肯定 第二個你說他在火車站 火車站啊 我們就拿出之前啊 這個基隆市議員在火車站裡面舉牌子 還有民進黨青年不一起舉牌子 結果他們就再也不提了 沒有啊 火車站哪有什麼問題 那今天那個火車站 台鐵還出來講說 他沒有他只是在宣傳市政 他也現在不是競選期 他沒有發競選的文宣 這有什麼問題 連台鐵都出來講了 然後民黨現在覺得 好像沒這件事情 因為發現我們有這個同印 相應的一些武器 第三 他去執擾 他後來去執擾 他被跟蹤 一路在他後面臭他耶 然後他還被誰 他被台灣國的那個有沒有 進入自拍說啊 我一起罷糧 其實看在基隆市民眼裡 同情謝國良 覺得你們到底在幹嘛 然後那個基隆的夜市的 這個自治會的組長 理事長說 謝文選出來講說 謝國良一年多的政績 我們再看看嘛 你如果不想投他 你四年後再決定嘛 不要為罷免而罷免 就在LED秀出來 基隆市民接受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禮拜 在美麗島的民調 不同意的49 同意的39 謝國良的市政滿意度49% 為什麼他是現在 在美麗島做出來的民調 因為同一份這個 把賴清德的民調也做很高嘛 就同樣持平來看嘛 就是為什麼謝國良 現在大家覺得你罷免是 而且六成二的人 覺得是民地黨在背後介入 這是民意調查啊 所以為什麼在講說 這個主席明天要去仁愛市場 對 同主委對這個好像很有意見 對 他其實 哇塞 你臉書 昨天晚上是氣炸了 說你為什麼要欽瞞他戶 五哥 基隆的美食很好吃 那仁愛市場 我們去吃一碗麵 去吃基隆美食 你要分政黨的色彩 那你說你為什麼要發在我的資產 你跟金額典為什麼在 對 為什麼在他資產的旁邊 第一個我們怎麼知道 你有這麼多資產 第二個其實地方媒體都知道 大家都發那邊 因為那邊 因為市場人流很多 發那邊比較不會擋到人家 明天你就知道了 因為現場的媒體都知道要發那邊 因為每一次都發那邊 以前紅兵去也是發那邊啊 你怎麼不講說那是你家旁邊 所以我現在講就是說 你童子偉 哇塞 方圓百里都是你的地 都是不行 吃一碗麵不行 所以我現在很溫馨的邀請童子偉 明天早上我們去吃那一碗麵 留一個位置給你 歡迎你一起來支持仁愛市場的美食 來 第二位 如果是推銷美食那當然 當然是好吃的 當然當然 那個假吃麵真選舉 這就沒什麼要去吃掉的嘛 但是政黨的主席去幫自己的 黨籍的市長就反罷免 這正常 我覺得這個政黨 朱六年一定會到基隆去嘛 這難免嘛 如果被罷免掉了那還得了 這個大罷免的火就真的燒起來了 明年就開始燒到立委了 所以國民黨在一定會嚴肅的面對 這個罷免 這個是正常啦 但是說國民黨要怎麼去面對 我常強調這個罷免就是 坦白講就是負面動員 就是仇恨動員 選舉是正面動員 我支持你我來投你一票 罷免是我討厭你我來投你一票 所以兩邊都是要去 就是你要想辦法如何贏得這種罷免 罷免選舉 技術是不一樣的 基本上就是要降低那個仇恨值 還有那種很極端的人來出現 但我認為謝國良這個反罷免很有問題 第一個他找了馬英九 效果還不夠又找來洪秀柱 你找這個都絕對是負面的 你應該請林涛去嘛 因為現在是年輕人發起的嘛 你保守貨星耶 你應該請像這種 對不對 遠年輕 林涛打過柯P對不對 公在黨國 你要找這種的 你找洪秀柱去 還有他的幕僚也很有問題 我說那個 哪一段 那市長 市長 就謝國良 一個城市的市長在自己城市的火車站被驅離 這算什麼行動藝術嗎 對不對 而且他很不對的就是 他是每天一早 縣市長最忙就是早上 我也一樣 就是一大早市長一定是跟你的幕僚各局處長開會 對不對 那市長有什麼問題 那今天大概還有什麼要優先處理 在最忙碌的時候 你謝國良跑去火車站遊蕩 就遊蕩 你那邊走一走去啊 對不對 你還吃早餐 你還要鞠躬 送一個政策筆記本 我說時間不對 地點也不對 你到一個敏感的地方 其實不分藍綠的哪個政黨 其實他們不是只有台鐵啦 高鐵啦捷運都有啦 你不可以去裡面做一些宣傳品 不是只有政治宣傳喔 你商業宣傳也不行 他都會給你請出來 那你當到市長跟一般候選人選舉又不一樣 這跟市長在自己生氣的車頭 那邊掛出來對不對 還有當人家要罷免你的時候 你要證明什麼 你要證明你有存在的價值 你很辛苦工作 結果你在車站遊蕩 你在證明說你的事務團隊沒有你 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因為你也要在市場嘛 所以你應該是證明說你值得留下來 那謝國良現在是證明自己一點也不重要 所以你才有時間啊 你才每天早上不上班 他到處跑啊 我是覺得像這種的 面對罷免的一個整體戰略 那好像是謝國良自己搞自己的 那還是還是國民黨 我看朱立倫去應該有另外一個 可能看不下去了 要親自出馬 您他說接下來會進駐 來來來來 基本上我要回應一下委員 因為這個委員 當然因為這個前前一段剛才提到 其實我認同一個部分 因為委員在台南很穩 掌握得很穩 2026是勢在必得 我覺得這是他的方向 那可是回到看這個基隆 我還是必須要真的講一段話 為什麼 因為剛才自由時報寫的 據鐵路警察局了解 謝國良並未進入暫停 也沒有影響旅客進出 這個是剛才出來的 自由時報的直接登載內容 那我們知道其實民進黨中央已經發起 像王毅川政策會啦 各部會要怎麼樣 要到基隆辦公室 那如果像這個同志委講說 你幹嘛去把很多的外縣市叫來我這個 基隆這邊要對勒 民進黨中央你也要講啊 他們要去辦公室 他們辦公室已經很政治性 我們去吃一碗麵 這個去promote基隆的美食 這很奇怪嘛 所以我在懷疑因為地方有人跟我講是同志委說 朱立倫主席要來了 是不是他覺得你也要去了 所以你要在那邊跟他對勒 我明天是目前還沒有這個行程 但未來我一定會去把這碗麵吃完 OK